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普,每日一字,五 五公的五 那这五字呢,在凯书呢 我们来看,这蛮重要的一个字 一个短文化,一长 左下角是一个直,右边,长勾,点 这样子 那要特别要小心五公 有这个歌的不一定都会省 变成一个,像灾啊,或者其他的 会变数啊,这个字没有 不是同理得正这种想法 不一定,因为发展就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把这个字稍微写了,差一点就有赵孟普这种写法 来看一下,这里断点就不要了 把它连起来写,然后这个,上面这横画写 重,写长一点点 以下反而弱化 注意看这两个 跟这里是不一样的 过来写这个纸 好,挑起来,逆笔上去 好,勾 它整体而言是比较重笔的 重笔化 好,那我们再增加一些动感 流动性 再更好一点 来 好,这里连起来 然后这纸其实还有蛮多 几种啊,这样 好,我们再看这两贯性 带笔过来 带起来 好,这一种带笔还蛮重要的 要注意,这种轻失轻重 如果能够做出来 是蛮有一种动感的感觉 所以要多练习一下 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纸 还有不同的写法 看一下 好,纸再进入到草书呢 可以变成这样两点 像类似写三 这样写起来就更连贯的 一种写法了 好,圣子呢 里面的两点 就写成一点就好了 而且 把这上面这两个横画 又把它省略 弱化啦,不是省略 弱化,变成这样 好了 然后这里 强化 空间大了嘛 然后割 变这样子 当然 蛮常看到 大家如果去 看到这五管 很喜欢这样写 或者是写夸张一点 这样 这样 非常地 恐无有力 这样子 你看 一样的写 笔顺 但是就稍微 动感不一样 或者倾斜度 或者粗细 都有 好 那进入到草书呢 笔顺稍微变一下 好 变一下呢 就是 好 这 如果说要 从这边 真的是很难推演 我们只能说 首先这一个 那个 十 好 本来上面的横画 这里 这样交叉 然后先变 横画之后变成竖下 这 隔就不要了 好 但是呢 再还有一个横画 就绕一圈 再下来 就代表着字 在后面再补这一点 好 来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点 其实都可以 来看一下横画 这里 好 过来 这样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说 还有这个底下的横画 所以不能省略 好 这样上去 那有没有那个点 都可以 好 好 好 那我们说 如果 日本那个 有一个五十英的 木 就是从这个五字来的 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 它的造型略有变化 就没有 就没有穿下来 但是跟这是一样 所以 而且它 经常把这些 偏左偏小 我们来写一下 它会写成这样子 非常的 优美 这样叫 这也蛮有趣的 大家留意一下